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芒香快寶的時間 今天是2020年的8月3日 星期一的早上時間 這裡是我許樂山 還有紐西蘭青瓜仔 二德台仰 大家好 還有馬律星 程哥王子 大馬Sir 馬律根 你這麼開心的 你 大家好 好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留言 最重要訂閱芒香那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那部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回應馬律根大馬Sir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開心 我們說明這次要狂喝 越想越開心 越想越好笑 大家看到標題 寫著DQ公民黨 有四個智障 DQ 越打壓越頑強 看你們怎麼頑強 這班出露鐵 就不會獲得選舉的開支 自己才會增出了 LOW 那麼那就可以垂進 MEN 跌下 vaan LOW 就是跌下之後 跌 sorry 是這氣球 US gradual 後來 испados 我始终也不明白 有之前的人往往經47 jadi general 但有沒有搞錯 币家伙洗大了,所以要狂賀他們 我們先說一下為什麼,可能有些幫友不明白為什麼會令他們痛失這一筆錢 傷心痛心眼淚流 先說一下,原本這個立法會是9月6日的,是不是? 因為這個19的問題就決定了會用這個緊急法 押後一年,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很多部署都出乎意料之外 12個泛部派被取消資格 有些懸空在那裡,入了紙,可能也回應了選舉主任的問題 但是又沒有確定他們究竟是否入閘,這些他們都心驚膽戰 看到公民黨這件事之後,其實他們都是同一樣,同坐一條船 雖然說什麼兄弟爬山,什麼這樣那樣,但是其實他們都是一條船的 某程度上,有12個法案部派的人被取消資格 政府也說了,選舉中止前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的人 將會不獲發這個選舉開支,只會退回這個按金給他們 那你說什麼叫做選舉開支還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再講解一下,大家都明白了 總之有5萬元的那個按金就會給他們的 但是呢,因為其實他們,我們簡單講一點點 他們那些叫做選舉開支的,其實參選的,有好幾個方法去調查這些錢的 那這幫人呢,其實他們自己呢,可以說叫做偷暴 其實記得那時候他們吵過一件事的 剛才記得泰昂都問過,咦,為什麼他這麼傻的呢,為什麼不叫做 確定了,確定了,是的,泰昂的意思是 就是你確定了之後,你才去做這個宣傳嘛 那他們現在不是啊,沒確定就已經有打流打鼓了嘛,花了錢 是啊,沒錯了,就是這一幫人,老謀心選,打算算爆計算機 其實呢,其實他們那個折墮在哪裡呢,或者為什麼死得那麼慘呢 或者為什麼傷得那麼重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呢,他們就吵了政府那方面,和民間那方面 有一個說法就是,喂,你們的初選其實,他們宣佈初選的時候 其實他們到時的開支已經是撥入了選舉的經費的嘛 初時就在吵,我說初選而已,我說初選而已,我還想初選而已 我還沒有正式報名過,會不會不好算啊,還是怎樣呢 不知道誰想到這樣的屎招出來了 如果他們初選的時候,就是那間泰昂部派的初選的時候 已經將他們那時候的初選已經撥入了選舉經費 就是這個選舉開支裡面的話 咦,那到時就可以 可以Claim,就是用政府的錢來變相給他們做這個初選的選舉工程的費用 入賭就是了 沒錯啦,但是我常說到重點了 你們入賭閘,什麼確認書那方面,OK的 那到時就可以了 其實呢,給他們錢有幾個方法的 我們一會兒再可以講講 真是,世事就如期了 就是要狂賀他們了 被DQ的反暴派的人 也有表示,有些叫做抗爭派的那批 就是16個和黃之鋒和朱鶴和朱鶴和朱鶴一起的那些抗爭派的那班 有些就說原來他們用了十幾萬來做這個選舉開支 哇,你真是 沒確定就已經花了這麼多了 哇,確定了之後還得了的 幸好現在現在截了數而已 還是他們花大一點會更加好呢 哇,那倒是 因為他們讓他們跌得更加慘了嘛 十多萬人不多而已 對他們來說 要填數的就要眾籌了 他們逐個 是啊,有些就說了 原來他們就之前 選舉之前就已經發起了眾籌的 有些就說不是那麼傷 例如像岑武輝那些呢 他一早已經開始說有大量的選舉工程 還是怎麼樣 所以希望大家又中炒 那個數字就不要超過多少 那就會方便一點 不用說要申報啊 要實名啊 那就比較好一點啦 叫人家給他錢 那麼岑武輝那些就不知道籌到多少了 現在就說stop了他不用了 因為已經叫做 然後了一年啦 還有就是他已經DQ了嘛 他DQ了沒有? 岑武輝他DQ了嘛 所以就不用了 那筆錢又會捐還是怎樣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用剩的才會捐 不知道還有多少剩 拿到沒得剩 這些錢給了這幫人手上 我覺得拿到沒得剩 沒有的,浪費錢 是的,原來 幣家火洗大了的 原來是公民黨 哦? 哈哈 因為為什麼他們計錯的數字呢 等一下可以幫他們打打個 如意算盤就知道為什麼了 難怪他們紮紮跳又說開記者招待會 哇,還說滅黨了 哈哈 滅黨,應該在滅中了 一大財政危機 財政危機加上沒有這些 因為譚文浩就不知道了 其實都空多吉少了 除非他去機場贖罪 他應該有錢退的 那些沒有被DQ的就有錢退的 但問題是會不會再公佈多一批DQ 沒錯了 所以這筆錢呢 應該怎麼說呢 洗了 但又沒拿得回住 那天才糟糕的嘛 所以扔了出去就收不回來 還有一年之後才能收 可能遲些要譚文浩出來電 希望看到遲些譚文浩要賣樓 我想可能他不賣惠州的樓 賣了香港那層回惠州住 會不會呢 那這樣也好啊 如果他肯回惠州住 沒有眼屎乾淨盲 不用看到他 哈哈 沒錯 那為什麼呢 原來公民黨就說 四個人被DQ 那就糟糕了 原來四個人加上 洗了兩球 哇 那些抗爭派呢 即是那些超驅坦克車啊 那些古靈精怪那些 原來每個就十萬 你們就巴士幣了 可能到時候想著 哇 再回到漂亮西裝才出來選舉 還是怎樣來做宣傳 是啊 原來 就是委委呢 就五十萬啊 我不知道黨幫你還是怎樣啊 黨幫你搞宣傳 所以claim得這麼貴啊 還是怎樣呢 為什麼每個都要十萬左右 你要成五十萬一個呢 是啊 我不知道他的錢 即是五十萬 雖然不是很多錢啊 但是他們究竟 因為選舉都還沒開始 他們究竟把錢洗去哪裡呢 我想他們其實 選舉還沒開始 但是他們用了去初選 即是用了初選 用了很多錢 那接下來可能又 繼續再用了 這裡要靠一下 那些網友去講一下 會不會是攝影在那裡貴啊 攝影又不是大明星 記得呢 他是拍那輯什麼黑口黑臉的 是啊 即是就要鏡頭的 看都很害怕 那次我們還 小巴那些 因為小巴那些廣告費 其實不便宜的 一格呢 一格呢 如果港島線的那些 一個月如果是一些熱門 即你要走到麥當勞道啊 那些呢 之前兩三年前 在香港左右 差不多呢 要成 五 五皮一個月的 是啊 要五皮 基本盤 五皮 可能公民黨這個貼得那麼 那麼邪尼 可能要貴一點點 哇 看到這個小巴就不回答了 下格下格 好害怕 因為那時候 我們都問大馬上 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 陳淑莊雙眼袋啊 那麼可能呢 這些就是洗得大了 所以比較貴一點點了 那麼所以 計錯數 他們為什麼計錯數呢 因為呢 大家 看得回呢 那個公民黨啊 他們往常呢 那個票數那方面呢 都有分差不多的喔 那麼自然呢 其實呢 他們有機會呢 是拿得回那筆錢 那個叫做宣傳費的 誰知道呢 現在DQ了 那就大 大鑊了 啊 就拿不回 那想著 因為可能計得到 之前那條數呢 可以 那些票可以拿到多少錢 那所以 有這樣的打算 所以洗大了 都覺得自己可以拿回那條數 那為什麼可以拿到呢 我們講一講了 那就知道為什麼計錯數了 各位聽聽一下 這個楊岳橋呢 就是算爆計數機 這次就真是 大鑊了 其實呢 立法會選舉呢 其實有三種計算的方法 就是給這些叫做參選人的資助 如果呢 你們被DQ了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參選人呢 已經是沒有資格了 是吧 是 那個中文翻譯 應該說你們沒有資格走啦 那些是吧 滾啊 那些是吧 就是那個確認書 你不要想著自己 填了還是怎樣呢 就可以漏得到啦 那可以講一下了 如果呢 第一個有幾個方法啦 如果候選人呢 得到有5%以上的有效的選票呢 那他就可以啊 在這個名單裡面計算 每張票呢 就可以拿回15元的 那大家計一計 如果公民黨呢 那時候楊岳橋啦 雖然他這麼討厭啦 但是他那時候在那個九東那裡 都拿到不少的票的 那時候計算的數字都相當和味的喔 記不記得那時候呢 港島區啊 鄭錦門啊 忘記了 那時候都發還了 都有幾十萬的喔 鄭錦門這些質素啊 都有成二十幾三十萬還是怎樣的 但是自己呢 他自己忘記了去拿啊 遲了去拿 所以就 那筆錢就射了下海嘛 那時候呢 你計算的數字喔 鄭錦門這樣都幾十萬呢 因為你覺得楊岳橋呢 可不可以拿回50萬呢 或者之如此類呢 這個是值得相確的 那所以 楊岳橋打算吃盡他嘛 那一開球就已經拿到這麼盡了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呢 資助他們的選舉開支 最高的限額呢 就去到50% 那公民黨可能就想啦 喂 50%就政府那裡拿 或者呢 接著有50%呢 就是眾籌回來 行不行呢 那這就 其中一個方法啦 第三個呢就是資助候選人 或者他們整條名單的申報選舉開支 那為什麼呢 公民黨一炮過就沒有了這筆錢呢 因為大家都明白這件事情啦 喂 就沒有 以德堂所說 都沒有開始 就是這次延後了 所以沒得選了 要取消了 所以政府就逼著 只可以用 第三 剛才說的第三 資助他們申報的選舉開支 喂 他們都DQ了 申報什麼 沒有啦 走啦 不用失報啦 是啊 這單自己沒得claim啊 可能還釘了整個單 想著來 來實報實銷啊 是啊 喂 如果個個都申報 喂 個個都 就是不選的人都可以申報的 如果是這樣 就是你根本連選舉的資格都 就是被 做當委候選人的資格都沒有的 那你搞什麼選舉工程呢 所以不給錢是合理的 不然個個都可以claim一份 那不就更得了的 是啊 是啊 我想問一下如果那個叫做戰狼中隊呢 會不會有些作曲啊 或者那些 是啊 如果他們弄回一首歌 唱一下他們都過癮啦 是啊 希望他們有機會 就是戰狼那些呢不知道會不會是唱歌都要有選舉開支啊 那要實報實銷啊還是怎樣啦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這幫人是這樣的啦 見到呢 是政府可以給 會幫你實報實銷可以給錢的話呢 喂 有這麼盡 claim這麼盡啦 是吧 不要那麼貴 就是等於這樣嘛 如果跟大馬Sir說 喂 如果你做一些廣告的工程呢 原來是有人 你實報實銷就可以了啦 不用左度右度啊 要幾間報價哪一間啊 當然是選一間最快最方便的啦 大馬Sir 嗯 可能就算 claim到盡那一隻 是啊 真的假如 那些風波呢 別擔心自己用手慢慢切啦 大馬Sir應該也明白這件事情了 可能經費不夠都要自己拿回來慢慢切啦 如果有錢的話當然是被給錢做什麼 所以這幫人就相當精彩啦 哎呀 哇對哦 岑奥暉呀超區的他們是被DQ的 這個公民黨 這個黨最傷是他 鄭達鴻加上楊岳橋 郭家麒 郭榮鏗 我想郭榮鏗那方面都用得比較少一點 他的選舉工程好像沒有之前的楊岳橋那麼誇張 我想可能黨魁 他說是黨魁 當然要用多一點 我看到楊岳橋就做了很多那些二拉架 封波都相當多 各位網友就說 不是 你說200萬 公民黨在這個選舉工程中就沒有了200萬 你又說 你的標題是800萬的 哪裏來的 好了 大家一起吧 我們當然不會亂寫 我們又幫他計一計算了 看回公民黨原來他們每一年的往績 是基本盤要籌到 或者要捐款 加加密密 原來是要 挺大貪的這個黨 這麼大勢的這個黨 要500萬 是啊 他們其實之前我們有節目做過的 我們那個時候都有筆記寫下的 他就說 因為這個19的問題 搞什麼年宵啊 那些什麼黨慶那些都搞不定 我們還在笑他 哇 開個記者招道會出來 黑錢也有 看到嗎 梁佳傑 啊 不可以 放個QR Code 進去 那些真的整個薄餅那麼大 看到嗎 我們那時候說 真的有啊 真的大那一隻 那出來籌錢 他們說 希望籌到兩球半 那好了 我想著 其實我一直在看你籌了多少 原來只有幾十萬而已 只有幾十萬很少 少得很可憐 那現在想著 今早上再做些少許功課之後才跟大家錄音 按一按 哇 那個hypernic按出來 我們IT專家就知道了 404 404 請問 台陽是代表什麼呢 不是 不存在 沒錯 已經不存在 那這班人 是不是馬上不想被人看到的數 就算看到了 被人知道 現在他們虧了多少錢 醜死鬼了 其實就是等於怎樣呢 他們今次的黨呢 起碼今年籌款 起碼不見了四球 加起來六球 這二百萬就再加起來籌不到六球 咦 還欠兩球 從哪裏來呢 好了 接下來你再幫他們計算數 接下來這班人 剛才說了 不是DQ了他們嗎 是 接下來就說 現在在說話 咦 咦 你們的選舉資格都沒有 如果這一年 接下來要延期一年 那立法會究竟可以讓你們這四件坐在那裏呢 這個相當值得斟酌 如果沒有這四件 那大家一起 我想到時大馬Sir一定會唱齊鼓掌給大家聽了 要啊 要啊 要唱齊鼓掌 這個就先下一個時間錦囊 先記定數 如果真是他們四個 因為這一次的DQ 四個真是滅 提早滅黨 他們真是 未選舉 即是未去參選立法會才滅黨 我想都破了香港紀錄 是吧 那為什麼呢 如果他們四個都死了 真是DQ 即是不能再留下 坐在那裏 即是他們一定 如果你問他們 你們再坐不坐多年 坐幾個都坐 臉皮夠厚 一定坐 如果沒得坐的話 那怎麼算呢 他們每個人 其實基本盤 即是他們用公民黨的牌頭 去參選之後 他們每個人都要上繳 那我幫他們計一計的數 基本盤呢 合起來的數 如果四個的話 即是十二萬一年 如果再跟他們計一計 一年幫個黨 前前後後 即是越新 越新那裏十二萬 還有其他 古靈精怪的 要再上繳 就是零計 那麼 加上一條數 如果一年 他們沒得做 沒得為黨 貢獻上繳這些錢的話 加上一條數 就真的差不多 會八百萬了 哇 哇 八百萬 真是 超級好電話 要人財務 要人慘 對呀 他們欠人那麼多 可能呢 找攝影師 都找些最top的那些 所以 這一局都相當過癮 公民黨 哇 不見很多錢了 二百萬 還有其他 陸續有來 今年的黨 習慣了要花這麼多錢 那個黨突然間欠了八球 這二百萬 就硬挖了 最初打算 就叫做 九月選舉 選舉完 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很快就給你了 政府 去計一計一計一條數 如果追回鄭根本 那個新聞 大概知道什麼時候會給你 想著就 到時收得回 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 難怪得 整班在那裡呱呱吵 叫政府 不要押頭啊 不要押頭啊 原來不要押頭 想著快點拿 要拿回那筆錢 要找數的 政治打壓 政治打壓 哎呀 真的找了 財部打壓 他自己打壓自己 終於知道原因 為什麼這麼吵 這麼緊要 千萬不要延後一年 那就要自己打壓 是啊 是啊 其實可不可以跟那些客人說 可能那些客人想著相信他們 做那些選舉工程那些 可能下廣告 有些下廣告 有些硬挖 要先給 但是有些可能 先給 有些可能 有些可能 很大的話很難發給你 雖然你是尊貴的議員 但也很難發給你 我們也要做生意的 你不相信我也相信我的代筋 是不是 代筋很廢 你試試試試看 先拿著50% 老闆 拿著代筋可以嗎 他說 拿著代筋 幾元都可以 整條數 50% 是啊 真是慘 因為有時候 香港有時候 大馬上不太明白 香港那邊做生意的情況 嗯 有時候那些公司 可能真的想多些生意 見你又是公民黨 穿了西裝打胎 又是律師 又是大律師 打場官司又是多少錢 又是怎樣 又是612 有很多官司給我打 即是打官司 不是打人打 接著又說 未來選舉完之後 一定會有數 要不怕我一定會給你錢 是嗎 哎 我們的價格很好的 我們不會押你價的 一定有錢找的 還是怎樣的 正負錢 怕什麼 是嗎 但是不要緊 哦 誰知道現在沒有了 哎呀 慘了 自己給了 我們數是要找的 是啊 我們這裡的經驗 我都講一講 上一次大馬不是變了天的 是 之前有很多些 現任的 這個國鎮政府裏面的人 那些宣傳品呢 巨魂啊 都是叫這個印刷商那些出著先的 我贏了就給你 誰知道全部碎了 哦 這樣 是一定走數了 港版啊 這個是 香港版走數篇 是啊 哦 這樣 希望這些專貴的立法會議員 經常上報的 經常就不要走數了 如果不是被人林洪友 碟街召啊 那時候 那時候 或者是 沈志杰的報告 沈志杰的報告被人林洪友 可能就是這些廣告數還沒找 那大家 現在對著這幫泛部派 如果你真的幫他們做過生意 記住了 就不是有仇必記 是有數必記 是的 不要讓他們走數了 哎呀 真是開心啊 看到他們 哎呀 這筆錢 就真是 拍拍的也 飛走了 好了 恭喜他們先 恭喜公民黨 滅黨再職 恭喜 多謝大家 拜拜